北韓揮舞气球日前空飘到南韩境内 南韩统一部24日证实 经过送交相关单位检验分析 气球内的土壤堆肥中发现多种寄生虫 揮舞气球令人作恶 但统一部表示由于土壤分量不多 且已由军队收集管理 因此研判不会造成土地污染或传染病等隐忧 此外气球内的垃圾也反映出北韩经济状况恶劣 从商标等特征还确认了这些衣料 来自过去南韩成衣厂商的援助 分析认为北韩因为反感 为了宣泄不满情绪才会刻意减碎破坏 而碎纸当中也不罚北韩文件 但损毁领导人指示文件 在当地可判处死刑 南韩指出平常当局恐透过行政动员令 要求民众投放气球 过去南韩也经常向北韩空飘传单 白米甚至惯有寒流音乐影视的随声碟 引发金正恩政权不满 两韩持续交恶 朝鲜半岛再先动荡不安 三立新闻全片的报道